而为千篇大道,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三,求道,四,求什么,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病症,一和,为千篇大道,千篇大道,就简称道, 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能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不约千篇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取无来,不生不灭, 乃代表着宇宙间更不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叛之初,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底,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实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绿来形容它,不大道无明强明约道,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且有条不万的运转,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可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因此在两三年前,各交圣人应运出示各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时比利及众生的根气,留下千经万点,穿下诸多虚恶从善的修实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是明明中,宇宙万事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食物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虽然含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天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居欠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天矣,在先天之天不为天,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其大上有可量,其为上有可止。 为道其大不可量,其为不可止。 不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惯,无所不通,无所不测。 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贯彻了三十三天万,贯彻了千金万典,贯彻了千法万法,贯彻了千教万教,贯彻了千佛万祖,贯彻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人必须知真觉。 一击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万伯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道与我,有蛇们关系道的宝贵,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涨,各有其虚。 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 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确实时刻刻离不开他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节奏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早不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是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鹰饭夫狗族,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习,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而道的本体和要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高掌,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之识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不增不减,本字举如一切,我们上固有的道,因为在我们身上,就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众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平贱富贵,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质底,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体与良知良能。 天天阿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理物。 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宇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 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阿分。 妙有者,但灵真在也,主宰天帝神,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约道在无身,一切万能。 道离无身自身在无异能。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什么进行观察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整个真理不也是一样吗? 每一分一秒,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 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不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运用自如, 在眼能视, 在耳能听, 在口能言, 在疑能闻相丑。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 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身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情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 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 及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 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尿用, 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灭, 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乃是最富足、 最圆满、 最光明、 最完美、 永恒、 不秀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得着, 有形有象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 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均习惯也相貌肉人, 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 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科学昌明, 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质入人体。 我们不能应说, 这个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头的脑细胞,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 不断地在患死减少和变化之。 因此, 有形又像的肉体, 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 却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 不需数十年, 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 我们称之为嫁祸。 对于真我和嫁祸有所了解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告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 但也博大精深, 其内容在求告时会详细解说。 现在只简单地提出两点。 首先, 求告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 假若迷失真我,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 若是真假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嫁祸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 求到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 真我假我协条融合,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 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 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慈悲之门。 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此门无法开启,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 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悔坏时, 真我灵性弱不得正门而出, 被过令寻航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 我们可以发现到, 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无助, 与挣扎之相, 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 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 求得三道,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 使人生更有意义,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不了死的保障, 百年之后, 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 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 先天大道之宝贵, 即是千经万点不如一点, 此点打开旋观正门佛门, 天堂大路一步直超级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乐祖超经乐点, 超越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它是诸经之师, 诸法之王, 诸佛之天地之, 不约超生了四体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 此能及时人人原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自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庆, 能有这个机缘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一离苦的乐人生, 在世, 遭受种种之苦恼, 就其根源, 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 求道, 首先就是, 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 照回我们本有至真至谦至美之族缘满, 永恒不休的真我, 在日常言情之中发挥真我, 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礼, 至于至谦, 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 则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 趋及彼凶, 朝向光明,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 逍遥自在, 而若比男子友人类文明以来, 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授, 其没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 如中国印度等, 内核近百年来, 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 甚至竟将制造威力齐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 在近代短短短短短数十年间,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无数小战, 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 造成大气臭养层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 人心之变, 干掉了天灾人火连连, 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节, 因此, 上帝鸿恩慈悲, 特将大道谱传于世, 以万就良善, 求道以后, 我们时刻存着道心, 以良心待人处事, 当欲又人力不可万就的灾祸时,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 亦能灾地结, 逢凶化吉, 此事验证甚多, 不生没举, 三超生了四人生, 又如一段苦乐乡餐的旅程,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并痛死亡的困苦人皆难免,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 终究成空, 微速渺茫, 更不禁令人稀毒畅广, 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 乃以超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 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古代先修后的, 因此不仁为求超生了死, 竟必生之力, 苦修苦行, 仍难以仿的名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库传, 先造后修, 在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一旨, 开启了,